第六十八集 这是一桩令人疲惫的婚事 程家三口在马车上一路相对无言 不知从何说起 程老爹脸色迷茫 紧紧攥着袖口 好似刚被登徒子吃了麻辣豆腐 萧主任神色肃穆 充满了主持追悼会般的仪式感 邵商则像只小老鼠般 嘻嘻酥酥地啃着手中的糕点 萧主任忍无可忍 采两块糕点 你这么还没吃完 邵商咽下嘴里的点心 阿祝给的早吃完了 这是出长秋宫时 零不宜塞给我的 程使长叹口气 看着女儿仿佛他吃的是巴拉松 回到城府已是月旋当中 老的小的都卸下了 唯有程家三兄弟 和程央领了一群引灯的仆从 拉长了脖子 在门口等着 萧夫人懒得废话 长袖一挥 把几个小儿女 都换去了酒追堂开家庭研讨会 顺带宵夜 程使大马金刀的高座上手 言简意该地 将今日宫中定亲之事 跟大家说了 程家三兄弟都呆了 交换了几个不敢置信的眼神后 都去看对面 正热情款待宵夜的又美 只有为程使夫妇布置石案的程央和青葱夫人十分淡定 前者根本没见过 也没怎么听说过灵不宜 后者见多识广 老程稳重 酒追堂内一阵安静 只闻哨伤欢快的咀嚼声 过了两久 程勇才试探着问道 阿父 阿母 我们是否该去拜访一下亲家 这也是一桩诡异的亲事 当今皇帝为心爱的养子代行长辈之职 可问题是 灵不宜究竟不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人家亲爹娘还好好活着呢 程老爹一脸茫然 说起来 他看看妻子 我还不认识灵侯呢 大朝会时远远见过几次 依稀记得 那是个长相俊秀 举止温和的中年男子 萧夫人咬了下恶骨 不发一言 诚实见妻子不理自己 转头去看女儿 你你你 你还吃得下去 这时 绍商对于食物的热情 终于告了一个段落 捧起食岸旁的陶尊 咬了一勺清水漱口后 才到 为何吃不下去 又不是我答应亲似的 程老爹的嘴皮子也不是吹出来的 瞪眼骂回去 那也不是为父私底下结实灵不宜的 绍商放下陶尊 与众心尝道 阿父 此时追究谁的责任 为时已晚 不如想想对策 感觉自己无法跟上节奏的 程秧 犹豫了半晌 才窃窃道 大伯父 鸟鸟 既然那位灵大人 是个大大了不得的人物 那这婚事不是 不是好事吗 你们为何 此言一出 除绍商以外的成家众人 据是齐齐叹气 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绍商叹完气 问道 阿母 你跟我说说 灵不宜家里的事 我是说 她的身生父母 萧夫人美好气的 横了她一眼 我就看不惯 线下的小女娘小郎君 这日在一起 亲亲我我 腻腻歪歪 什么风花雪月诗词歌父都谈遍 就是不说到正事上 连人家家里水深水浅都不知道 就谈婚论嫁 活该婚后吃苦受罪 成使连忙帮腔 那时 你阿母和为父见面三次 就连你大富远在他乡的祖坟在哪里 和两家的存粮 都问得一清二楚了 承少公侧眼去看次兄 低声道 大富老家的祖坟 不是被人拔了吗 哪里还有 你闭嘴 承颂也低声道 少商觉得自己的人品和智商都受到了攻击 赶紧申诉 阿母此言诧异 第一 我什么时候和灵不宜亲亲我我腻腻歪歪了 我们几番见面都有旁人在场的 我们在手里也不过了 第二 你和阿富是奔着成婚去的 自要凡事问清楚了 可我和灵不宜都是碰巧遇上的 人家一点没露出那意思 我就追着问东问西的 岂不可笑 再说了 我和灵不宜也没见几回 也就三四五六七八回 他越说声音越低 见面次数似乎是多了点 不过每次见面 他都以为以后不会再见 何必问人家祖宗八代 承勇看着又美 柔声道 鸟鸟 你是不是不喜欢灵大人 是啊 承阳也温柔道 当初说到楼家亲事时 鸟鸟十分高兴呢 全部是眼下心烦意乱的模样 所以 鸟鸟你心中所爱的是阿瑶 可 可他已经 承送十分为难 承少公撇嘴道 我不觉得鸟鸟有多喜爱楼窑 愣头愣脑的 鸟鸟说什么就是什么 白比我们大两岁了 还没我有主见有气概呢 少商听不得这个 飞去一把眼刀 行 回头 我就给你找个全都城最有主见的媚婿 叫你见了他连坐都不敢坐大气 也不敢喘 比看见祖先排位都老实恭敬 到时 你就舒服了 承少公笑道 你那位灵大人 可比祖先排位有气势多了 我上回 够了 萧主任忍不住整肃纪律了 低声呵斥道 你们俩魂说什么 再有对祖先不敬之言 看我请不请家法 双胞胎都是受过棍棒招待的 立刻缩起嘴巴 不敢继续排位话题了 萧夫人深吸一口气 平扑直续道 灵不宜生父灵侯 素以性情温和为人称道 虽无险计 但也是最早从龙的重臣之一 其母或是 乃是陛下过世的一兄或公之妹 那年陛下最艰难之时 父辈接受重敌夹击 权云霍侯拼死相助 以一座孤城拖住二十万敌军足有半年 这才给了陛下周旋之力 分别击破敌求 至此方才定顶新潮基业 可惜霍侯何家死于围城屠戮 而孙静默 少商张大了嘴巴 全死了 难道老家也没一个庞戏子职吗 承庸补充道 最近的一只也出五福了 连聚居之地都隔着老远 何况 当年霍侯是举家相助陛下的 没随着 他从龙的族人 也谈不上什么情分了 萧夫人继续道 其后战乱时灵侯与家眷们失散了 后来好容易找回几个 接到霍夫人母子已死 隔了一年 灵侯就续闲了 谁知数月后 霍夫人就鞋子找了回来 而那时 新夫人已怀有身孕了 那就让灵侯修了新夫人破镜重圆呗 人家霍夫人是霍家一族呢 少商说得轻巧 承送犹豫道 我仿佛听说 灵侯夫人 哦 我是说线 在这位灵侯夫人 她和汝阳老王妃交情匪浅 正是 萧夫人道 当年兵荒马乱之际 陛下的淑母汝阳老王妃 受了很重的伤病 那会儿又缺衣少药的 眼看妃死极残 全靠了现在这位灵侯夫人悉心照顾 大半年里日夜不休 不敢懈怠半分 这才叫老王妃正回性命 肢体周全 原来如此 那老王妃必是要给她撑腰的 少商撇嘴道 那就前后两位夫人姊妹相撑呗 便宜领侯了 萧夫人摇头道 我家是后来归顺的 许多事都不得而知 不过我听说这位新夫人倒愿意为妾 偏或夫人自小就异常爆裂交汉 对那新夫人喊打喊杀 仿佛修了还不够 非要杀了她才罢休 更别说共事一夫了 少商若有所思 这么记仇 两位夫人恐怕是旧时 这是新仇救院都赶上来了 诚实赞赏地看了女儿一眼 干脆道 你阿母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 原来新夫人本是灵侯的一家外妹 或夫人失散前 就她寡居在灵家多年了 少商呵呵笑了几声 毫不掩饰彼夷神色 唐内众人发出不同的一阿之音 据是同样心思 后来两边调和不下 霍夫人就和灵侯结婚了 如今不知住在哪里静养 萧夫人结束故事 为此陛下更绝愧对已故的霍侯 没过多久 陛下就从霍夫人身边 将灵部已带入宫中 亲自教养 少商笑道 这位续贤的灵侯夫人 当年依附灵家而居 想来没什么家事 如此看来 灵侯倒是深情之人 那么多高门士族的女子 不要 而是娶了自家寡居的外妹 羞的胡言 萧夫人沉声道 他们都是灵不宜的长辈 少商嘟嘟嘴 不说话了 诚实深觉妻子文涛武略 可在收拾女儿这小冤架上 就不如自己了 他板着脸道 好了 灵家就这么点事 鸟鸟如今也知道了 你对这桩婚事 有看法就赶紧说出来 皇帝金口预言发了话 你若没什么意义 咱们就各自洗洗睡 也别折腾了 不不不 阿富 我有看法的 少商立刻摇耳 赶紧吸行上前竖步 那你倒是说啊 承送看又妹 慌头慌脑的 笑骂着 少商小大人般叹气 半客才道 这么说 不算灵家那些乱七八糟的 楼家也不见得清静 可是 在我心中阿瑶干净剔透 他在想什么要做什么 我都能摸个七八成 他又愿意听我的话 将来我们会过什么样的日子 走什么样的路 我大概其都有数 可灵不宜则不然 他斟酌了一下语气 伤感到 他就如乌山云雾 我看不清也摸不着 摸还是摸过的 承少公酸溜溜道 我听老承顺说 前日还是他拉扯 你下车鱼的呢 少商立刻一点也不伤感了 直着脖子向萧夫人告状 阿母给我告诉你 少公他可风流了 您去搜他的香笼看看 包括能找出许多粉金 卷帕香囊花叶剪什么的 都是外面的小女娘给他的 说不得还有是爱舒寒呢 少商你 承少公立刻急了 面孔仗成猪肝 阿母您别听他的 那都是别人硬塞给我的 鸟鸟他上回去探望灵不宜 他们 你们俩都闭嘴 萧主任大喝一声 然后闷闷的侧身坐下 本来三儿就算嘴碎了点 还在可控范围内 但自从这对双生子相逢 也不知怎的 就跟接了盖在千年老妖身上的风印般 一天三顿的来气他 果然当初应该把妖女带上一桶管教才是 承使揉着额头下结论道 所以阿瑶听你的话 你就高兴楼家的亲事 林大人你拿捏不住 你就不大高兴这桩婚事了 对 承阳终于听懂了 神奇的望着堂妹 你竟是为了这个缘故 他实在不能理解 让有能耐的人给自己做靠山 听话信任不是一桩福气吗 少商念如道 阿父您怎么说得这么直白 不过 他扭扭身子 不好意思地低声道 阿母将阿父您拿捏得牢牢的 您看阿母过得多舒心 要是随了林大人 女儿哪有这样的好日子 这简直是血淋淋活生生的案例呀 鸟鸟 青葱夫人忍无可忍 抱起大声呵斥 父母亲长的是你 也敢这般议论 这次诚实 夫妇连气都懒得生了 相对叹气 承送和承少公互看一眼 偷偷笑着 承勇叹道 林大人 他究竟看上鸟鸟什么了 他没有贬低自家妹妹的意思 但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论相貌 这些年送到林不宜身边的美姬 争其斗艳 自家又美 也不知能否排入前十 论财学 至今 又美还认不全字 更枉论吟师作父了 论性情 那更是一言难尽 少商文言 恶狠狠向他道 我也不懂许鹅阿子 究竟看上兄长 你什么了 现在日日窝在家中学着温良贤书 得体持家呢 承勇摇摇头 看向两个弟弟 眼中神情明白 写着看我说的没错 承送道有不同意见 话不是这么说的 七七说得好 少商有情有义 聪明伶俐 大事来临能扛得住 生可托付荣辱前程 死可托付家小坟种 天下有几个这么有担当的 少商没开眼笑 我也觉得七七阿子 是世上鼎鼎好的女子 大气豪迈 心胸宽阔 将来谁娶了她真是天大的福气 以后一定儿孙满堂 白头偕老 团圆和美 万事如意 世事顺心 天下大同 我们鸟鸟真会说话 承送孝的见牙不见眼 你们也闭嘴 萧夫人用力拍着十案 然后转头 对丈夫道 我们明日求见陛下 推辞了这桩婚事 啊 承使吃惊 这 这能成吗 成成成 怎么不成 少商赶紧插嘴 那什么 上古的皇帝缠让 时不还得推辞个三五次的吗 凡事不都讲个客气吗 立地篡位时也推辞了三五次 人家也很客气 成少公凉凉的泼冷水 你能不说话吗 少商怒目相对 萧夫人当作没听见 继续对丈夫 道 你看看 鸟鸟这样子 你觉得陛下愿意看见这样的心腹 别说陛下了 就是灵不宜 恐怕也不甚清楚鸟鸟的真性情 承使迟疑的看向女儿 哪怕不带偏见的看 女儿做人心腹 也是一天三顿打得了 程勇拱手道 阿母说的是 我们不妨推辞一下 面圣时将妹妹的性情脾气 如实相告 陛下若不愿 那就当这是没有过 若陛下还要这婚事 那以后 鸟鸟若与灵大人争执 我家也算有个说法 程颂听懂了 这言下之意 诗笑道 陛下和灵大人 不会见了鸟鸟的样貌 就以为她温顺柔弱 楚楚可怜 幼妹的长相和性情 简直南辕北辙 反差极大 但她看到 母兄职人的眼色后 不得不沉默了 少商看看众人 扭着手指嘟囔着 我是在家里 才这么言谈无忌的 在外面 我说话 当心着呢 不过 也对 我可办不了一辈子 仔细想想 她的确 在灵不宜面前 表现得特别懂事 乖巧实大体 她抬头望向城市 大声道 阿富 您想想啊 我若和阿瑶争吵打架 楼家顶多休了我 可我若是惹翻了灵不宜 皇帝说不定 就给我一条白灵 或一杯毒酒 没准还要连累 阿富阿姆教导不言呢 威严耸听 城市用力挥了一袖子 然后骚骚发剂 沉声道 不过 你们说得有理 明日一早 我们就进宫求见陛下 推辞了这桩婚事 成语不成 听天由命 家主都发话了 青葱和众儿女都攻身英诺 尤其是少商 莫名觉得一阵轻松 轻快地甩着袖子 就回自己居处了 虽然觉得对不住 林不宜 但自己舒服最要紧 林不宜比较适合 做靠山 做老公 她会心肌梗塞的 当夜 城市夫妇就寝时 萧夫人 浮在被褥间 睡得半昏半醒 呼闻丈夫胸腔震动 常常一声叹息 低声道 袁一啊 我此时才明白 你当日所说 若是泱泱 我放心将她 嫁到任何家中去 这回若林 不宜想娶的是泱泱 你我欢喜还来不及 怎么会如此 患得患失呢 萧夫人连眼睛都没睁 沉沉道 可是事往往就是如此 想来的盼不到 不想来的偏要送上门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门亲事 往好处想 鸟鸟聪慧脚霞 风趣讨喜 文艺之时 没准灵不宜 就爱这样的 可往坏处想 鸟鸟性情娇烈 将来若像霍夫人和灵侯似的 夫妻反目成仇 我们可没霍家那样深的底气 给她撑腰 仇话说在前头 总是不坏的 本集完